尋情紀遠了 一個月還沒有結束 過去中國的傳統是 報傷不報病 所以生病是沒什麼好說的 但是秦剛是一個 太代表性的人物了 一開始說確診 然後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要把秦剛換下來 這中間的內鬥有多慘烈 到目前為止 大家都還是只能瞎摸一下 但是報傷不報病 傷的總要講了吧 在中南海非常特別的是 這個習近平的貼身保鏢裡面 有一位已經死了三個月了 卻最後這個沒有第一時間就講 卻足足三個月之後 才公佈這個訊息 到底怎麼回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中國外交部的網站 你現在搜尋秦剛 是完全找不到相關訊息的 另外一件事 中國的外交部部長 已經變成王毅了 所以兩件事我來結合一下 假設秦剛只是生病 不管得什麼病 很嚴重很嚴重很嚴重 不應該把它過去 所有的講話照片什麼 全部都下架 換句話說他現在面臨到是什麼 是政治上出了問題 不是身體上出了問題 所以才要把秦剛 所有足跡都免掉 所以接下來秦剛 可能就會陷入一段 被調查的時間 maybe兩個月 maybe三個月 之後就會有他的判刑下來 所以這個是很關鍵的 一個猜測就是 秦剛真的是被抹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部上面 這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秦剛如果垮了 就不會只有秦剛垮 會是整個秦剛的人馬大清洗 因為在習近平的 你一定有黨禮嘛 你黨禮是誰嘛 最近有個非常非常有趣 叫做樂玉成 樂玉成大家對這名字有點熟悉 他在2018到2022年是中國外交部第一副部長 後來2022年秦剛升官的時候 樂玉成就調國家廣電總局的副局長 昨天被免職 被免職 昨天被免職 不知道怎麼樣被免職 肉中的第二顆 所以在邊疆刷油漆的人 開心了 趙立堅可能要回來了 有機會了 缺不夠 表示他不是秦剛人馬 我是秦剛人馬 怎麼會去邊疆刷油漆 所以他真的有可能會回來 所以我們持續看這一塊 另外更神祕的 王紹軍 中共中央警衛局的局長 4月26號去世 7月24號死了4個月 中國的官媒才公布他去世的訊息 有時候我們常來看一些 中國這個亂七八糟的那種 牆外的新聞對不對 都不知道真還假對不對 可是王紹軍 後來這兩天新華社證實是4月26號去世 對不對 中國牆外的新聞 我們常有看這種嗎 對不對 外面5月1號 就知道王紹軍被習近平滅門 滅門 滅門很嚴重 滅門我不背書 這是他們寫的標題 可是不是啊 王紹軍是7月24號新華社才證實啊 可是他4月26號死的嘛 可是5月1號那種亂七八糟這種 基本就已經知道了 可是是有條情報線是在 不斷往那邊吐的蠻準的嘛 那是不是滅門我不知道 可是王紹軍這個人喔 死了4個月才公布是完全不合理的 為什麼他是中央警惠局的局長 對這沒概念 以前放在古代 就是御林軍的頭頭嘛 皇帝旁邊可以帶刀的侍衛嘛 王紹軍是拿槍的嘛 習近平去香港的時候 去香港視察的時候 習近平站在吉普社上揮手 王紹軍是坐在副駕駛做的 有槍聲他要低嫌站起來擋子彈那種 他就是中央警惠局的局長 有趣的事情是習近平都吸引他 習近平剛接的時候呢 剛接中共國家總書記的時候 遇到鍾永康等人的大反撲嘛 因為鍾永康是政法委嘛 江西人嘛 政法委他們拿什麼來反撲習近平 武警嘛 鍾永康是政法委的書記嘛 所以那時候傳出武警就往天安門集結 要把習近平抓起來了嘛 就是軍事政變嘛 所以習近平很害怕嘛 把武警從政法委 就鍾永康落馬之後 把武警的控制權 從政法委拉到軍委 現在變成說他自己可以控制武警 他不可以讓另外一個有一把槍 好 2014年12月鍾永康落馬 2015年王紹軍任中央警衛局局長 換句話說鍾永康一倒 中央警衛局 要給個百分百自己信任的人管 然後武警系統習近平自己管 所以王紹軍是那個時候習近平 舉目無親 唯一信任的人 狀況好不能被鬥倒 而且整個政法委系統盤根錯節 其實王紹軍還當我的中央警衛局局長 都傳他被滅門 軍亂沒滅門他也掛了 正式掛 還有火箭軍人副司令也掛了 所以中國這個國家很神秘 怎麼走的都不知道 怎麼走的都不知道 所以基隆要不要給中國管 李美玲你想清楚 對啊 李美玲想清楚 給中國管又比較好嗎 基隆給中國人管 剛剛講了嘛 辦個世大運 窗戶都不准開 對不對 上班不准上 出門不准去 對不對 然後你的這個李美玲 莫名其妙消失 對不對 四個月才給你發副文 對不對 是怎麼可能給中國管 這國家太神秘了 2002就交給胡錦濤 那時候剛好讀博一 那時候要2000年是宣佈 2008年北京拿到奧運權 好 舉國上下 沒有一個全世界舉國上下辦奧運 花多少錢都不算 都沒關係 可是我胡錦濤清華大學 土木系畢業 土木水利 所以他重用清華班 十個官員的重要官員 裡面有八個是清華的 所以清華那時候 我們告訴你 我們那個學士 碩士一畢業 三個人搶 官 商 還有建商 官員呢 地下 地方官員 三四節的 三倍薪水請他們 特級提拔 為什麼 因為胡錦濤非常重視專業 胡錦濤是過度 我大家都知道 他是過度領導 就是過度期的領導 反正十年後就是要歸還 2012年 四月份薄熙來是不是出事 2012年他十一月就交給喜大大 那就是薄跟喜在逗嘛 就這六個月嘛 因為要交班了嘛 這是隔代交班 他們本來 這個鄧小平就交好了 隔代要交班給官二代 你們江澤民跟一個商 一個工程背景的 是不是只是過度 將來還是要回到官二代嘛 所以這些工程師 我告訴你 我們做好 整個做好了 2013年 2014年以後就開北 一個一個慢慢消失 我這些學長有的做到 我告訴你腹部級的 學長做到腹部級的 你知道這個我們剛剛講 那秦剛還比我小一歲 我們還在同梯的這個 這個就是同一個班級裡面 上過課 你看那個那個程度 那個習大大多他多好 你知道嗎 提拔提拔再提拔上去 所以這次提拔提拔再提拔上去 也會死 所以你扣得不對勁 你就是抓他 再來抓黑山 抓黑山 抓到二十年前 以前我的同學 應該是學長 跟著薄熙來到哪裡 從大連到重慶 重慶他不是唱紅 對不對唱紅調 毛澤東歌曲 一切施法毛澤東 被點名嘛 對不對 好啦 失事的時候你知道嗎 連他都怎麼不見了 我們都聯絡不到他 你說你的學長 學長 清華的學長 為什麼 因為薄熙來一倒台 跟他相關的人等 全部不見 不知道去哪裡 不曉得去哪裡 聯絡不到 總還活著吧 我告訴你 搞不好在秦城 你也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很多項目 是他們給我們 因為我們建築系 是跟著土木走 我們做建築規劃 然後你要知道 他下面的人也是一樣 寫字白書 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 就像我項羽在你 我項羽下面有個叫韓信 直擊郎中 跑到劉邦那邊去 劉邦有沒有信他 有啊 信他你打完仗以後 結果呂後把你殺掉了 對啊 原來你不是我的人 你不是凡快 你又不是誰 所以我告訴你 你挖了不對勁 整張肉張 挖起來